今天要做一个尝试 大家不要用这个口水了 就针对一点 我们刚刚尝试的是针对这个 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非常年轻的 这个尹伟先生 那么针对我们在现场 几位的这个媒体人提出来这个问题 然后跟他自己三分钟 再接下来就是代表民进党的嘉青小姐 那么嘉青小姐也是民进党 蔡英文办公室的发言人 那么你可以有三分钟跟刚才一样来谈谈 到目前为止 如果蔡英文的基本盘已经是40或者42 再如果有个7%的话 那几乎是当选非常非常高度可能性 可是即使这7%民众说我为什么要给你 你凭什么要政党轮替 嘉青小姐三分钟 好我想就如同我手上所拿的这一本一样 十年政纲 这是一个对台湾负责任的开始 我想过去台湾的政治充满很多 尤其在选举当中的激情 也有非常多的口号 但总是口号过去以后 留下给人民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因此我想民进党曾经作为一个执政党 我们也非常负责任的去反省了过去 执政当中有所不足的地方 在那样的执政基础之下 我们酝酿了这个十年政纲 是希望为台湾的下一代负起一个责任 而这个政纲呢是一个大的方向 是一个行动纲领域价值 它的背后必然还要附带着 非常多的这个实质政策主张 所以我们在这个十年政纲之后的白皮书 我相信从蔡英文一路在初选的过程里面 提出了非常多台湾发展的一个重大政策 包括2025的非核家园 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主张 虽然有非常多的人质疑说 台湾的电价如果在非核之后 难道还可以继续这样便宜吗 但是我想在这样一个政策的背后 所思考的并不单单只是电价是否便宜的问题 它还负担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台湾有没有一个安全永续发展的未来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来做思考的时候 就不囤然是一个所谓电价是否便宜的问题 同样的不只是在2025的非核家园主张 我们也提出了包括在地经济 包括我们在这个不动产的实价课税 当都市一污难求 年轻人被迫停留在十几年前的薪资结构的时候 而房价已经上涨了五倍 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下 我相信下一代都是存在着非常茫然的一个状况 因此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来负起这样的责任 让这一代的年轻人能够找到一份合讯的工作 有一个合宜的薪资收入 让他能够购买一个 甚至可以居住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 再养育他的下一代 我相信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因此蔡英文在这个十年政纲里面跨出了第一步 我们也希望用政策理性的角度来说服人民跟人民沟通 从来不是站在一个席代什么政党分裂的角度 我想在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任何的个人或政党他都有参选的权利 但重点是他能不能真的提出一个有利于台湾人民的生活以及发展 而且不只是提出还能够实践 这个实践的过程里面还必须是以台湾的条件来作为实践 所以我相信过去马英九总统在2008年也提出了非常多很动人的口号 包括633 包括刚刚说的爱台12建设 但如今我相信这样的东西已经给人民一个相当大的幻灭 这次嘉庆小姐当然主打的是这个未来以十年政纲永续台湾的一个理念 来要取得2012的政党轮替 我们现场三位这个媒体人 这是从凤信小姐开始提问 其实刚刚嘉庆你特别提的 当然你这里面几乎都没有提到两岸政策 也回避了两岸政策 我想大家都可以注意到 不过我就提你刚刚所提的 比如说你提2025年的飞和家园这件事情 你特别说这不要用电力的价格来作为考虑的基础 怎么能够如此呢 因为你未来的经济发展 你到底要吸引什么样的产业 如果电价真的上涨了 有多少产业可能会出走 你们做过仔细的评估了没有 至少我从你的政纲里头看不到 第二个 你的在地经济 我坦白讲 我仔细看了之后 说穿了就是观光服务业 什么夜市啦等等的 那观光服务业 如果两岸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变 那么陆克不再来台湾的时候 你们怎么办 谢谢 战争小姐一分钟回应 非常谢谢凤馨小姐的问题 我想她对这个慈言政纲的各种指教 我们都是非常高兴 任何的讨论都有助于我们这个社会民主的进步 那我先回答有关于电价的问题 事实上电价是一个其中的基础 那事实上核能真的便宜吗 过去我们在核能的前端和后端 这部分的成本事实上都没有记录 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台电塑造一个核能是便宜的这样假象 但今天我们从这个基础上 如果认真来思考 我们也把它做了非常清楚的分析 那除了这个建价的这个分析之外 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安全的问题 我想没有人可以赌张这个生命的代价 同时呢 我相信刚刚也提到说 我非常高兴有问到这个两岸的问题 其实两岸问题是一个台湾在面对全球化 中国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 蔡英文主席提出了和而不同和而求同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非常实际的内容 在我们的十年正纲当中的 谢谢 当然不行 这个我是猜测主持人的标题 2008年的时候国民党拿到58 民党42 那说加勒 为什么在跨7 8 是不是因为有所谓的第三组 可能有亲民党参选 可能民进党就会因此余翁得利 这个我不管 因为可能是民进党会获选 胜选 那我想请问嘉青就是说 2008年民进党是惨败 总统输得一塌糊涂 立法院输得一塌糊涂 请嘉青明确的告诉全国观众朋友 除了阿扁 谢唐廷改成蔡英文之外 民进党这些原班人马 你们在野四年 你们检讨了什么 你们反省了什么 那具体的告诉大家 你们改了什么 千万不要跟我讲说 总统候选人从男的变成女的 这个我不要 谢谢 具体改了什么 谢谢 嘉青 谢谢辉文的问题 我想这个改变实在太剧烈了 包括本党 作为一个这个人民支持的政党 小额募款 我们在一个五都的选举 一个候选人是得到一万九千 一万九百九十九笔的小额捐款 累积到一亿四千万 而国民党在很快速的这个鼓励 就得到二十九亿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政党内部体制的改造 让这一个政党本身 从过去的错误里面 可以扬弃 当然我们也包括在执政当中 也留下相当多的成绩 应该要延续的 我们也会有所延续 那在这个十年政纲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基础 我们这个反省 在这个十年政纲所提出来的政策的方向跟主张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代表着 基本的反省价值在里面 那如果说 刚刚辉文先生所提的 所谓陈水扁先生或者是谢长廷先生 跟现在我们所用的人 包括我在内 其实已经不一样了 谢谢 这就是我们在非常有限的时间 观众朋友可能说这个时间为什么会这么有限 因为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我们的这个主达人 或者发言人 他必须要选择民众最关心的哪一点 你们现在没有这个推问 以后可能会有 刚刚贾心小姐讲说 蔡英文非常认真负责任的提出了十年政纲 那同样的 其实我也长期的在收集 民进党也非常认真地提出了很多党纲 但是呢 里面包含什么新闻自由啊 包含中止两岸对抗啊 都是你们提的 现在我要问的问题是 这个东西谁都会写 蔡英文负责任的人力 以及负责任的诚意何在 因为曾经执政过 而你们这份党杆 落实度不到三成 我相信 谢谢这个创架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一个领导人 他的诚信备受考验的话 有一次的立委补选 还有几次的地方选举 走到今天 参加2012年的总统大选 这个过程不能不说 他其实是展现了 他最大的诚意 也用他实际的行动 包括十年政纲的提出 来具体的说明 他为什么有具备 这样子的一个诚信跟领导力 我相信这个相对于 马英九先生来说 为什么在288风灾的时候 会民调掉到18% 16%这样的一个处境 而今天都还在奇迹可危的程度 说实在我们不希望过去这种政党的恶性竞争 我们希望回到一个所谓理性跟良性竞争的过程 让真正的理性政策可以成为大家辩论的 陈振胜前委员也可以用三分钟的时间来回应 陈振胜前提到这个事情 嘉际小姐可以回到我们这个现场 我们现在做一个尝试 就是未来只要针对每一位这个政党的参选人说 你提出来哪一个角度 就针对那一个角度 大家都不要这个讲空话 然后我们在现场 今天因为时间的这种关系 我们在做尝试 未来就可以有这个更多的一些的再次的追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角度 不过有限的时间才能让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发言人也好 或者未来的当事人 就选择你要用哪一个角度让社会大众来了解 你为什么要连任 或者是你为什么可以政党轮替 接下来就是陈振胜前立法委员 他代表亲民党或者是宋楚瑜先生 虽然宋楚瑜先生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最后的确定 我们稍微还会来谈 可是即使如此的没有确定的情况之下 宋楚瑜先生一再这个强调 我可以来做更多的事情 可是用什么样的角度 让社会大众觉得说 你还比马英九或者是蔡英文两位都要朝前的 宋先生三分钟 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宋先生极有可能会出来参选总统 他为什么要出来参选总统 时间的关系我仅做两部分来做说明 第一个他才是孙中山先生忠实的信徒 2000年之后 他组织亲民党 组织亲民党的时候 他一个创党的宣言很重要的一句话 他说 中山先生精神不死 舍我被其谁担当 他以孙中山的思想理念 来当作亲民党创党之后的追求的理想目标 他始终如一 这可以从几年前 他到大陆上去访问 一样被安排去南京 去瞻仰孙中山先生的灵寝 他在那个灵寝上面 一样的被安排 要写毛笔字 要明字 您知道宋先生写什么呢 民由 民智 民祥 三民主义 一统华夏 在人家的地方 在人家的屋檐下 宋先生依然志向不改 我想可以检视一下过去 到南京 中山林 去觐见 去看到 孙中山先生的灵寝 大家写下的字 你就可以看到 每一个人的志向 所以一直到今天为止 宋先生一直把民生 摆在自己的心里面 一直把国家当今的处境 引为自己的责任 第二个 他为什么要出来参选 其实各位要了解宋先生 花了很大的心 要支持马英九竞选总统 又要支持马英九 能够竞选连任 你可以看得出来 去年前年 两度求建 主动求建 马英九总统 第一个 看到八八水灾 这样的救法 看不下去 所以他主动求建 提供建言 第二次 他在主动求建 告诉马总统说 大陆情势已经改变 大陆已经崛起 我们的两岸政策 应当做一些适度的调整 要因应未来 让台湾 能够借着大陆 让经济提升 让台湾的国际地位 能够更展露头角 但是有没有听进去 我们姑且不论 但是一直到七月中旬之前 宋先生一直没有想到 要出来参选总统 不过看到马总统 这三年多来的情况 他实在是已经看不下去 所以挺身而出 各位 他最大的优点 也就是马英九总统 最大的缺点 就是能力 执行力 他的行政效率 这是我们所要 对他的寄望 跟泡沫的地方 我们在现场 卫文先生可以先提问 大家都很清楚说 两千年民进党的阿扁总统会 胜选 什么原因 就是当时的宋楚瑜 离开国民党 然后跟连战 三组人 我们说台湾 三个都 我要请教 陈振胜委员 就是说 两千年因为国民党的分裂 泛兰的分裂 所以造成陈水扁的当选 目前各大媒体的民调 这个宋楚瑜先生 都是稳居第三名 目前是第三名 那如何避免 2012年再次出现两千年 让民进党 渔翁得利的状况 谢谢 郑先生一分钟 小时寥寥 大未必加 宋先生还没有真正宣布要参选 民调已经在十几%左右 在回荡 所以宋先生有一定的基础 两千年总统大选 对不起 如果不是马英九总统 在选前出来发表假民调 左右了一些南军选票的流向 那一年是宋先生当选 不是阿扁总统当选 同样的 今年大家看一看 如果宋先生真的值得信赖 宋先生的能力 真的可以取代马英九 请给宋先生机会 谢谢 其实我刚刚听到孙中山先生 我觉得问一个问题就是 宋先生呢 他为了大局 虽然后面是错误的 但是他至少会先考虑 让给袁世凯 不要让台湾 不要让当时的中国内乱 那宋先生有这样的格局吗 第二个 刚刚讲的第二个理由 只问一句 人们具体来讲 我的理解是 他要出来 就是因为跟马英九不高兴 是私怨还是公义 您低估了宋先生的心胸 事实上宋先生在联宋配的当时 以及联宋配失败之后 他已经亲自带着亲民党 所有的立法委员 通通改挂国民党的战袍 继续为人民来服务 全力挺马英九 在总统选举期间 亲民党从上到下 没有一个人有二心 全力挺马总统上去 所以宋先生的胸襟 由此可见一斑 宋先生绝对有这个诚意 要让马英九 好好地发挥他执政的效力 但是三年多来 真的是让我们失望 这是为何宋先生 在力挺马英九之后 要自己亲自出马的 最重要的原因 谢谢 冯先生 刚刚其实当然 也许这不能怪陈振胜委员 因为宋淑儀对于到底要不要出来参选 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决定 可是宋先生到底打算给台湾一个什么样子的未来 刚刚如果是听陈振胜委员的讲法的话 我只听到了一件事情 叫做三民主义一统华夏 除了这个我没有听到任何新的未来 那么第二个是提到能力的诉求 我在这边不客气的要批评陈聪明也很有能力 陈聪明如果没有能力 他没有办法分拆案件 分拆到刚刚好每一个案件通通都没事 陈水扁也很有能力 和声也很有能力 有能力 但是如果没有很好的品格诚信 让人可以信赖的话 是会出问题的 宋先生一分钟 奉兴小姐 你不要质疑宋先生的品格 宋先生最近告诉我 梁启超有一句话 让他一直感动在心 宋先生甘坐万史地 助论求为百事师 今天宋先生站出来 被做所谓南军这些的附属的一些 单位的批评 谩骂甚至是糟蹋 宋先生吞下去 他甘坐万史地 不过他出来要求为百事师 让一个有能力的 有担当的 有效力的政府 重新呈现在人民的面前 带领国家解决人民的痛苦 带领国家冲出未来 更大的理想跟希望 谢谢 我们请回坐 这个陈正先生 你现在站在我们这个对面 请回来这边 这是我们今天 尝试 是不是大家以后 针对一个非常特定的话题的时候 可以大家毫无闪躲的空间 因为今天只是说 你三分钟的时间 你让社会大众 有什么样特别深刻的这种印象 那么三位分别代表 这个民进党代表 国民党代表 这个秦民党 因为你这个题目没有这个设限 所以会讲的大家都会空洞一点 可是日后再有任何一个特定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用特定的话题来锁住 这让观众朋友来做一些的参考 当然以后是希望当事者在这边可以针对 因为他们是要负绝对的这种责任 又是绝对的要靠他们的政策理念 那么在接下来呢 就是让观众朋友来了解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希望马英九下台的 无论是民进党或者亲民党 但最主要就是马英九无能 亲民党是如此说 民进党也如此说 不但是两位的这个参选人是如此 而且是在所有的有机会里面都是锁定 那我们就看这一次的南马都的这种台风 南马都的台风是不是马英九 犯了一样的无能的错误 这点英伟先生 刚刚大家讲能力的问题 其实我很简单讲一件事情就好 就是瑞士洛杉磯管理权AMD的全球竞争力评比 政府效能部分 2007年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这个排名 全球第20名 行政院副院长是蔡英文小姐的时候 那台湾2010年排名第6 在2011年的时候排名变成第10 民进党全力的来攻击 但是各位要想 这已经是台湾历史上最好的时刻了 如果我们相信AMD的评比的话 所以刚刚大家来宾 谈到还有我们的两位其他政党的朋友 有聊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觉得马英九的能力是可以被质疑的 我相信用数字检验最快 我们来检验这个数字 我们也要拿这个问题来请问徐嘉欣议员 他能不能针对这个数字进行回答 谁的能力到底比较强 我很愿意回答 不但是他当总统的能力 被受人民质疑 他连当市长的能力 都被大家市民所质疑 因为到今天为止 台北市还有多少 包括放在我们台北车站前面的公车专用道 还有那个所谓的圆环 建成圆环 建成圆环 我们的这个龙山寺地下街 这个我想一一提出来 实在会让大家觉得厌烦了 因为是旧话重提 但重点是说 马总统的能力是怎么塑造出来 一个2001年的纳利风灾 他让我们把南线变成一条大水沟 只是因为一个人为的舒适 接下来这么多的风灾 他一直要到88风灾 才受到所谓的训练 今天我老实讲 国军在面对这一次的处理 进步非常多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但是我们是付出了多少代价 人民不是用自己的生命代价 来把所谓的马英九能力塑造出来的 我们应该是一个已经准备好能力 要执行的人 这样才资格当中 所以江青小姐刚刚提到说 过去马英九是一个能力 你现在他说民众要检验 你现在的这个能力 跟未来我还能不能相信你这个能力 持续执政四年 一分钟 很快回应一下 如果过去的记录要被翻出来检验的话 我们必须说 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改进 我们希望我们的团队 是一个有自省能力的团队 然后大家也对现在的国军就在状况 有所肯定 这是我们非常欣慰的 接下来如果要检验过去的状况的话 我们必须要说国家领导人必须有诚信 必须能够面对自己的过去 跟自己的未来 徐家欣女士刚刚拿出十年正纲 他们在ECFA当中立场说是叫做盖瓜承受 可是曾经说过会冲击台湾四百万人生活跟就业 已经拟定反ECFA说帖 是上权入国 唐一独要 甚至上台话要用公投直接来否定ECFA 都是蔡英文主席曾经说过的话 如果徐家欣议员想要检验 马英九总统过去当市长的政绩的话 已经追逐到那么久之前 那我们简单检验他从2009年 2010年到2011年这三年之间的变化就好 好不好 还是一样 请徐议员来回答 因为他刚刚叫我议员 所以我只好讲这个市长时候的相关能力 他忘记今天我跟他都是发言人的角色 所以我今天代表的是蔡英文 代表蔡英文在这个地方要告诉大家 我想马英九有没有能力 不是在野党所有人批评就算了 也不是宋先生 也不是蔡英文 说了就算 而是人民的真实感受 如果有72%的人民都告诉你 他不知道九二公司是什么东西 那马总统应该要去说服的是台湾人民啊 他要讲给台湾人民了解啊 不是要求或者逼迫其他的在野党主席说 你要讲啊你要讲啊 那如果同样的道理 蔡主席反过来问说 那请问一下 那你的不同现状是什么呢 或者你是什么时候要宣布 你要恢复国统纲领或者国统会呢 这样子马总统要出来说明吗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人民 应该要继续往前走了 不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上面 徐发言人不好意思 刚刚口误哦 您有两个身份 徐发言人自己提到不同不独不武 我现在非常 我没有提哦 您刚刚自己讲不同不独不武这件事情 我没有提哦 您只九二共识国家定位的问题嘛 对不对 什么时候要宣布不同 您讲的嘛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回过头来看 马总统的所谓不同立场 我再一次清楚跟大家说明 任内不与对案谈判统一就这样 清楚说过很多次了 从来没有不回答过 在火载已经回答过一次了 所以接下来要请徐发言人代表 蔡英文主席来回答这个问题 不同不独不武 蔡英文主席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能不能宣布不独呢 到现在都没有回答过 马总统清楚负责告诉大家 不同是什么意思 不独是什么意思 不是什么意思 而蔡英文主席有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 可以请徐家卿 发言人先来来 我一句话就回答 他们是不是离题了 我一句话就回答了 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 蔡主席说过很多次 我们的现状就是 任何的改变都必须要经过 台湾人民用民主的程序 公投来做决定 这个就是台湾的现状 我们也在这个民主的共识上 所谓台湾共识 是以一个民主的制度 作为最高的前提 谢谢 我们到听到这个目前为止 这是双方 但是这一个目前现阶段谈的是 马英九 因为无论是这个宋主席先生 蔡英文女士 都攻击的是 她的无能的这种状况 所以还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现在民众是不是认为 如无能 但是无能在哪里 要举例出来 我觉得我们从能力的问题 变成国家定位的问题 所以我都是不是离题了 我同意其实马英九 在很多地方 我觉得他跟民众的沟通能力 是很糟糕的 我觉得他拿捏不住轻重缓急 跟抓不住一个重点 可是如果我纯粹就台湾的 这个救灾能力来讲 我至少必须要讲说 马英九是一个肯普考的一个总统 其实你知道过去 我们的救灾能力 集中在两件事 一个就是事后的 勘灾表演秀 就已经发生灾害了 但是呢 我愿意走到灾区 跟民众同苦 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表演秀 就是骂人 骂部署 骂长官 骂这个骂那个 骂这个预算不对 然后骂地方政府 骂中央政府 就是骂来骂去 其实每一次的救灾 我们看到的表演秀 就是这两个 勘灾以及骂人 那我比如说 其实从贺博以来 几次的重大风灾 这样子的一个救灾能力的方法 是没有改变的 可是八八风灾之后 所以八八风灾之前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一个改善 我们都是用靠政治人物的表演来解决问题 但是我认为八八风灾之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 就它不是靠总统个人跑去勘灾表演 因为马英九最好表演 一表演就完蛋 那么但是它在制度上面 做了一个极大的改变 这个是十年来都有机会做 可是没有做 而这两年真的有改变 你的观察是说 马英九有学习改变的这个能力 我们非常肯定 这一次动用国军的兵力 投入防灾救灾的工作 我们对于国军这样子的辛劳 我们要给予加冕 给予肯定 我们小时候从国民小学开始 我们就会写一个作文叫做 君爱民 民敬君 今天国军真的是实现了这一点 不过我要特别请教国民党的英伟先生 马总统今天所做的 是把七千多个人撤离危险的地区 但这不表示已经解决问题 这七千多个人 每逢台风 豪雨都要撤离吗 政府该站到他们住的地方去 他们不得不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政府就不得不为他们的地方 做好安全的准备 做了吗 你有在进行规划吗 为何每次都一定要撤离 才能够确保他身家性命的安全 这一点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该做的 因为现在可以回答可以不回答 对不起 我很快回答一下 我觉得之所以要撤离的原因是因为 离灾本来就是重于防灾 再重于救灾 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绝对不能够有人定胜天的这样一个妄想 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 但第二个部分关于体质本质的部分 怎么来改善 宋楚瑜先生以及陈先生委员 如果有一些很实质的指教的话 我相信我们同学都会非常乐意虚心的 来面对跟接受 这是真的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这是在针对在业党 不论是这个清明党 这个民进党都认为说 马英九是无能 但是无能 民众自己来分辨 是马英九是过去的这个无能的这个形象 跟现在有没有这个转变 那么再接下来 让观众朋友可以来了解 这也是民党跟这个清明党最近一直在说的 这马英九这个无能 无能到国民党的这个离开台北以后 国民党的所有的这个选区 几乎都是马英九为温神 碰都不敢碰也不敢照相 那么最近更是变本加厉 这是一个事情 是还是说就是为了要去巩固 那所谓的无能的一个谣言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锁定 这样的一个角度稍后回来 同时宋楚瑜先生在这个九月中旬的表态 到底选不选翻盘 立刻回来